撞到渊种竹马洗澡 他挑眉 都看到了 我口不择言 就这 我才不洗得看 突然 周身空气一阵发冷 意识到气氛不对 我转身想跑 下一秒 他从后拦住我 慢慢靠近 是吗 到底怎么样 故事开始 我和韩许是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 在别人那儿都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到了我们这里 可以说不是冤家不巨头 幼儿园时 他拿猫猫虫吓我 我转天就抓了一只青蛙 在他衣服里 吓得他边跑边叫 上学时 韩许是我的同桌 一次实在是困得不行 在脑袋就快要磕到桌子上时 他把我戳醒 地中海叫你上去擦黑板 迷迷糊糊的 我信了他的鬼话 把科学老师辛辛苦苦写的版书 全给擦光了 老师愣在了当场 同学们打瞌睡的也都醒了 唯有韩许低头 抱着肚子 肩膀不住抖动 毫无疑问 我被叫去办公室 做了一通思想工作 此后更是 两人不是在互对 就是在互打的路上 欣欣啊 我和你爸 还有韩叔叔他们一起去旅游 生活费给你打了 这些天 你和小许就相互照顾照顾 对此 我只能说习以为常了 每到放假 他们就去各地旅游 过二人世界 天天秀恩爱 另一边 儿子 我们去旅游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照顾欣欣啊 不许欺负他 少点些外卖 给他做点他爱吃的 知道了没 哎 知道了 真不知道谁才是你亲生的 韩许喜的自己 母上大人一个白眼 隔天中午 两家父母就启程了 晚上我来吃饭 要糖醋排骨 清蒸鱼 还有西红柿蛋汤 爸妈一走 我就毫不客气地点起菜来 不得不说 韩许人虽然狗 但是做饭那是一绝 甚至比老妈做的还好吃 以后不当个厨师还真是可惜 韩许往沙发上一躺 边打游戏 边懒懒的说 明天你做 我想了想 就我这个厨房杀手 不把厨房炸了 已经不错了 先答应一天 大不了点外卖 行 看我果断答应 韩许怀疑的看了我一眼 韩许手上的动作僵住 相对视的那一眼 我从她的眼底 看到了震惊 亚异 反应过来 韩许拿毛巾 遮住关键部位 伴随着的 是突然攻击我的花洒 啊啊啊啊啊啊 韩许你有病了 我衣服都湿了 韩许羞愤又咬牙切齿 审心 还不出去 我赶紧关上门 私溜 我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啊 不是 那是花洒的水 过了一会儿 韩许已经穿戴整齐地 站在我的面前 因为洗过澡的缘故 她身上还带着水汽 脸色也还泛着红 她幽怨的眼神紧紧盯着我 看得我不自在 不是 还没吃饭呢 你现在这个时间洗什么澡啊 我说着 目光却不自觉地往她身下瓢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忙又尴尬地转过头 刚刚的画面还印象深刻 她挑眉道 都看到了 这不是废话 我又不瞎 但是我是不会承认的 我口不择言 就这 我才不惜得看 突然 周围的空气像是被凝结了 韩许搏梗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意识到气氛不对 我转身就想跑 下一秒 她从后拦住我 怎么 你还看过谁的呀 谁还没看过些不明广告啊 我赶紧捂住嘴巴 不是 我什么都没看过 我还想解释些什么 突然 她缓缓靠近 凑到我耳边 是吗 你觉得 到底怎么样 衣服还是湿的 身后紧贴着的炽热身躯 根本难以忽视 那种触感更加清晰 虽然没有体验过 但是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感觉我的脸迅速烧了起来 热得发烫 变态 我抬起脚 猛的向后一踩 撕 啊 趁着韩许放松的间隙 我推开她就往家里跑 在门口摸遍全身口袋 靠 要是呢 啊 韩许 你放我下来 韩许一把把我扛上了肩 门被关上 重重的关门声吓得我一惊 韩许 你快放开我 你 你要是再不放 我就告诉叔叔阿姨去 不管我怎么拍打 叫喊 她就是不放 稳健的迈着长腿 向她的卧室走去 砰 整个人被甩在柔软的大床上 还没等我从放下来的喜悦中缓过神 韩许已经压了下来 韩 嗯 韩许俯下身 胃干的头发 滴下水珠 香甜的气息 弥漫在周围 所接触到的 只剩下柔软和甜蜜 嗯 啊 推嗓间 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发出的声音 韩许的动作将了片刻 呼吸也是一致 红韵攀上了我的脸颊 本以为可以摆脱眼前的情形 没想到迎来的是更加猛烈的追逐 传来轻微的刺痛 我地唇瓣 被咬破了 韩许趁机悄悄的探入 相处之时 带着小心和试探 窗外下起了细细粒粒的雨 道路边的柳树的枝叶 在空中摇摆飘舞 骤然 细小的雨点已经变为了痘大的水珠 砸落而下 可怜的柳枝想要挣脱暴雨 狂风的肆意 却因为扎根在这儿 无法移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见柳枝被摧残得太狠 地上散落一片狼藉 雨才停息 我朦胧地眨着眼 大口喘息着 努力地呼吸新鲜空气 韩许胸膛起伏 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脱了 你 你在 说什么呀 无耻 我连忙拍开她的手 拽紧身上的衣服 往床投缩 韩许勾唇一笑 不脱 想要我帮你 面对这样的韩许 我只剩下了害怕和恐惧 呜呜呜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跑 韩许吓得呆愣住 反应过来后 盲用衣袖给我擦眼泪 呜呜呜呜呜 我哭得更大声了 韩许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 好了 好了 我的小祖宗 别哭了 见我还是哭 韩许手足无措 他将我拥入了怀中 叹息了一声 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 这么容易就被吓到了 看来还得慢慢来 唉 别哭了好不好 我只是想要你把湿衣服换掉 不然就要感冒了 听他这么说 我就更来气了 一把推开它 都是你的错 自己洗澡不锁门 还怪我 还 还强 格 那可是我的初吻 嗚嗚 格 我要告诉叔叔阿姨 我不停地打着哭格 不知是因为哭了 还是刚刚亲得太过了 我的声音显得清甜软糯 没有半点威慑力 传到韩许儿里 只剩下了两个字 初吻 初吻 两个字不断地在韩许耳边回响 他的初吻是他的 他的眼底突然就亮起了一道光 连自己都没发觉 嘴角已经是抑制不住地想象上扬 初吻 我还以为 我哼哼地瞪了他一眼 不然呢 你以为谁像你一样 不知道亲了多少次 想到刚刚毫无反抗能力 被压制亲的画面 脸就感觉异常发烫 我也是初吻 韩许语气十分认真 炽热的目光 好似两颗跳动的火星 哼 谁信啊 初吻吻技能这么好 这么熟练 要知道 虽然自己和韩许 总是在互对互掐 看不顺眼 但是对于韩许在学校人气 却还是了解的 经常可以看见许多学妹 甚至于学姐给他递情书 告白的 一想到这张嘴 不知道亲了多少人 眼泪又忍不住涌了出来 你觉得我稳计好 完了 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不过这是重点吗 我低着头 不理他 好 都怪我 不过 我真的是初吻 那只是无视自通 你可不要污蔑我 你要是再哭的话 我就在亲你 不光是你的初吻 让你的二吻 三吻都给我 韩许眼神温柔地看着我 说出来的话 确实让我感到心惊 他的话音刚落 我就停止了哭泣 眼神惶恐地看着他 双手捂住嘴 哥 真可惜 韩许无奈笑了笑 我的小祖宗 现在换衣服好不好 一会儿要感冒了 我能不想换吗 重要的是 我 我把钥匙拉加了 韩许文言一证 有备用钥匙吗 没有 钥匙有就不会被你抓到 也不会有后面 我先去给你找衣服 说着 韩许就走去了衣帽间 我的脑子十分混乱 从小两人就是打到大的 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些事情 韩许喜欢我 不可能 我们关系那么差 但是刚刚 不 肯定是我把他看光了 他报复我的 对 没错 这下怎么办 爸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家里还回不去 没有钥匙 头发被我抓得乱七八糟 脑子正胡思乱想时 想什么呢 啊 这是我妈新买的睡衣 还没穿过 韩许把手中的盒子扔向我 我打开一看 是一套黑色的丝绸吊带睡裙 摸起来很舒服 你换吧 我把饭再去热一下 韩许转头去了厨房 顺便把门带上了 换好衣服出来 韩许已经把菜都端上了桌 尽管面前的饭菜 都是我喜欢的 但是我却一点也吃不下 照以前 要是韩许做饭 我能吃两大碗 而现在 我默默低着头 只觉得尴尬 等会儿你说我房间吧 韩许先打破了沉默的氛围 啊 哦 那你睡哪儿 客房还没收拾出来 我今天在沙发睡一晚 没事 我睡沙发好了 这沙发对你来说太小了 看了一眼 这还没韩许身高长的沙发 我不禁开口 你关心我 韩许语气带着兴奋 眼睛亮闪闪的 嗯 你想屁 直接去了他的卧室 你就在你的小沙发上 好好睡吧 抛下这句话 我就关门 上锁 一气呵成 周围又恢复了安静 我扑向大床 呼吸之间 全是薄荷的清香 是韩许身上的味道 被子枕头上都是 难以忽视 我烦躁地挠了挠头 让自己不要再想今天的事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睡一觉就好了 不知道是我的自我催眠起了作用 还是事情发生太多困了 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也就没有发现 在夜半时分 一个黑色的身影 悄悄打开房门 在我床前立了片刻 捡起我踢掉的被子 又重新盖在我身上 碎发搭在脸上 让我不由地皱起眉毛 含许将其轻轻扶去 缓缓俯下身 一个浅浅地稳落在我的额上 这才心满意足地退了出去 嗯 嗯 我迷迷糊糊地起身往外走 口中无意识呢喃着 厕所 厕所 突然的灯光 让我只觉得刺眼 待缓过来后 又是历史重演 啊 我惊叫一声 忙转过身 吓得尿意全无 你 你上厕所 怎么又不锁门 一天之内 见过两回这样的大场面 我真怕眼睛会出什么问题 都已经看过了 你还紧张什么 身后传来抽水声 而且 他的声音慢慢靠近 吃亏的 不应该是我吗 那是我想看的吗 臭不要脸 我转过头 往下看了一眼 还好还好 他把裤子穿上了 沈欣 他嘀嘀叫一声我的名字 干嘛 我一抬头 就对上一双七非的眼眸 像是一圈圈危险的漩涡 要将我吸附进去 强大的压迫感 让我有些腿软 回忆起先前 也是这样 你不能再对我做那种事 我抱紧自己的胸前 一脸警惕 长而黑亮的卷发 披散在肩头 裙白直到膝盖 露出下面白皙修长的小腿 四肢睡衣 泛着淡淡的光泽 含许盯着我颤动的睫毛 和环抱住的双手 殊不知 这乃兄乃兄的样子 更让人 他的大掌拍在我的头顶 笑得狡黠 怎么办 沈欣 我又吃了一次亏 你是不是应该多点安慰啊 我沉默不渝 眼睛却在滴溜溜地打转 思考着现在逃跑的可能性 片刻 他终时一声叹息 朝我走近 只是他没走一步 我就向后退一步 直到无路可退 他猛地勾住我的腰 把我搂进了怀里 低沉的嗓音 在我耳边响起 沈欣 我真的要忍不住了 气息喷洒在我的耳阔 烫了我皮肤 都泛起了红 他将头埋在我的颈间 深深袖着 头发扎得我痒痒的 不要 我想推开他 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做 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之下 他的语气有些疲惫 见他真的除了抱 没有其他动作 我也就放了没管 好半晌 他才放开了我 好了 去睡吧 我被他温柔的神情捕破 腿已经自觉迈开 走进了卧室 直到关上门 身子有些发软 依靠着门板慢慢下滑 心脏不受控制地跳着 像是有什么 想要冲破阻碍月出来 因为昨晚后半夜失眠了 凌晨三点多才睡着 完全清醒 已经是早上11点了 沈欣 可以起床了 等会吃饭了 韩许扣了扣门 知道了 我爬起来 开了门 韩许目光呆滞地盯着我 脸上红韵飘过 纸片刻就扭头看向别处 我惊讶于他奇怪的反应 衣服穿好 他同手同脚地走进了厨房 我疑惑地低下头 知道我睡觉不是很老实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不老实 一边睡裙的袋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滑了下来 而且一直听妈妈说 睡觉的时候不要穿内衣 可能会影响发育 或者的疾病 晚上我都会把内衣换下来 照这么看 再加上刚刚韩许的反应 以韩许那个身高 那个视角 那他岂不是全都看到了呀 韩许 我羞红了脸 忙去阳台 拿着昨天的衣服换上 安静的饭桌上 谁也没有说话 脸上的红韵都还没退 现在似乎更尴尬了 恰好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闺蜜盈盈盈打来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这么期盼 得到她的来电 喂 盈盈 欣欣 昨天给你打了电话 你怎么没接呀 啊 我可能睡着了 没有看到 怎么了呀 你还说怎么了 不是和我约好了 放假一起出去玩的吗 你又忘了 梁盈是我的高中好闺蜜 现在又在同一个大学 她就住在隔壁区 也不算太远 坐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哦对 那我们今天出去吗 我跟你说 最近新上了一部电影 和盈盈约好时间 地点 我收拾了一下 就准备出发了 刚换好鞋 韩许就冒了出来 你要去哪 我和盈盈去看电影 穿着粉色短裙 四处张望的女孩 盈盈 女孩听到声音 转头 脸上洋溢着笑 冲我跑来 啊 欣欣 想死我了 走 我们去看电影 好 我们选的是一部喜剧电影 离开场还有二十分钟 就打算先去买点吃的 欣欣 熟悉的男生 让我们停住了脚步 看见人脸后 盈盈呸呸一声 晦气 欣欣 欣欣 是你能叫的吗 真是简 人渣 好了 盈盈 有些人没必要和他纠缠 我们走 欣欣 等等 你听我解释 周川想要追过来 这时一个女生叫住他 爱川干什么呢 我们电影到时间了 快走吧 周川看着我们走远的背影 嗯 渣男见女 恶心 这边 从检票开始 盈盈就骂不停 脸皮真厚 就看不上他怎么了 还敢造谣 不过我们就是 磕你和韩许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也想要一个这么帅的竹马 你和你竹马咋样了 梁盈欣欣眼的看向我 怎么话题突然就扯到我和韩许身上 我的脸 盈盈有些发烫 趁着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赶忙转移话题 盈盈 电影开始了 快点看了 我们难得好好玩一次 说的也是 我要好好拍几张发朋友圈 嘿嘿 我和周川是大一影星晚会上认识的 因为刚好报名了主持这门选修课 又恰巧安排了我和周川负责 在那之后 周川就对我展开了一系列追求 说什么 很早就已经喜欢我了等等 甚至每天早上还要对我带早餐 即使我都拒绝了 有一次 他向我告白 虽然周川长力也不算差 但是对于这个人 我才接触没多久 所以我并没有答应 委婉拒绝了他 那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要是真的谈了 不得被我妈打死 可能是告白悲剧让他觉得难堪了 那天过后我就没有看见他 没过多久 校园论坛上就出现对我的不良言论 说我脚踏两条船 还有照片为证 一个是周川给我送早餐的照片 一个是我和韩许走在一起的照片 韩许虽然和我一个大选 我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出去 甚至还有给我发不良消息的 但是都被我和朋友们抓住 报告给了导师 可我并不知道 背后的造谣者是谁 幸好我的人缘不错 而且和我玩得好的 也都知道我和韩许的关系 帖子不久就被管理员都删掉了 后来 一位和周川同情的男生爆料 这些都是周川干的 周川还在寝室发表狂妄言论 说什么自信 可以把我拿下等等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告诉了我 也多亏了他提供的证据 周川得到了他的处分单 并且在开大会时 读了他的检讨书 对了 想到那段时间 印象里 韩许好像都没怎么出现过 难道是被网上谣传的 我和他在一起的言论气道了 电影结束 我又和盈盈去KTV点了一个包厢 玩嗨了 两人又开始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一个红点落在桌面 对面女孩怯笑地举着溜 嘿嘿 欣欣 你输了 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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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但不能提过分要求 行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狐一地把手机递给他 梁盈奸笑 一把抢了过去 还不给我看 他点点暗暗 眼里难掩兴奋的光 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果然 待他把手机还我 消息停留在和韩许的对话框上 共享位置 亲亲宝贝 我喝醉了 你来接我好不好 么么哒 杜杜 梁盈 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急忙想把消息撤回 手一抖 却按了删除 旁边梁盈笑得不能自已 哈哈哈哈 老天都在帮我 嘿嘿嘿 嘶嘶 手机传来震动 我不敢去看上面的消息 梁盈把头凑向屏幕 好啊 欣欣 都这样了 你还敢说你们之间没有点什么 瞒我瞒得够旧啊 放心 你和韩许要是在一起了 我是不会介意的 到时候要请我当伴娘啊 听她这么说 我不解得看向消息页面 上面是醒目的四个字 等我保保 手机变得滚烫 我不敢相信这是韩许的回复 我们真的没什么 我想解释 但回想之前发生了件件事情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梁盈一连我不信的表情 我想发消息 告诉韩许是大冒险输了的惩罚 却被梁盈眼疾手快地抢了过去 愿赌服输 不能发消息 我只能任命地等待韩许的到来 大概过了十分钟 韩许电话打来 喂 是韩许吧 嗯 对 欣欣她喝醉了 我们在九号包厢 你快来吧 挂了呀 直到挂掉电话 梁盈才放开捂着我嘴的手 朝我抛了个媚眼 记得装醉哦 虽然我的酒量还可以 但是刚刚似乎是太紧张了 在等韩许时又喝了好几杯 这时确实有点微醺 罢了 我大咧咧地躺在包厢的沙发上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请进 韩许挺拔修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在灯光的照射下 脸庞好似被精心雕刻的艺术品 更显音俊不羁 她眼睛扫过包厢的事物 最终停留在我身上 你的宝宝来了 梁盈凑近我 抿嘴笑着 沈欣 走了 还能起来吗 我不好意思看她 只将头埋在沙发靠垫上 唉 欣欣今天遇到周川那个恶心男了 她竟然也能找到女朋友 一对渣男贱女 对了 那段时间你好像还请假了 不知道周川 因为她 沈欣可伤心了 梁盈嘴很快 一会儿功夫 就把我们今天遇到的事全抖了出去 韩许的神情 在听到周川的名字时 就冷了下来 那我先带她回去了 嗯嗯 好搭 手背一股力量架起 下一秒身子悬空 我吓得连忙抱住了韩许的脖子 韩许背着我就往外走 经过梁盈时 她冲我竖起大拇指 没眼看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 一路上 韩许拖着我的膝窝 走得很平稳 趴在宽大的背上 让人感到非常安心 反正都装醉了 意识推动着我 渐渐的 我埋在她的发间 绣着那浅浅的薄荷香 还着她脖子的手 也收紧了几分 沈欣 我不是周川 韩许的语气有些冷 嗯嗯 好端端的提那个恶心男干什么 我疑惑抬头 你别把我当成她 我什么时候 把你当成她了 也是 我比不上她 你都为了她买醉了 韩许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原来在那件事情发生时 周川就找到了韩许 说现在自己是我的男朋友 两个人非常恩爱 就因为韩许的缘故 才导致我背上脚踏两条船的骂名 两人当时就打了一架 虽然韩许实力在上 但是也难免被伤到了脸 后来韩许找到管理员 删除了所有 未议评论造谣的帖子 那段时间也没有去找我 一连请了好几天的假 直到伤口愈合 但也就根本不知道 周川是有后面爆料 周川检讨的事 只知道周川和我应该是分手了 怎么 因为我才导致你们分手 你 嘶 韩许说话越来越呛 酒精上头 我一个没忍住 直接朝着她的耳朵咬了上去 韩许身体一颤 看她吃扁 耳朵变得通红 我的恶劣因子被唤醒了 我愤愤地想 叫她随便污蔑我 我使坏地瞬息了一下 下一秒 我就被放了下来 沈欣 你故意的 韩许的脸红得不像话 扶住我有些歪倒的身体 嘿嘿 我迟迟笑了起来 眼眸染上醉意 这会儿的我 看起来迟钝又乖顺 韩许心思动了动 打儿挺大 她迈开长腿 朝我靠近 我吓得捂住嘴巴 湿漉漉的眼睛看着她 可能因为喝过酒的缘故 声音也变得软糯糯 你答应过我的 嗯 我答应过你 但是 是你先招惹我的 我错了吗 我小嘴一扁 想通过认错来挽救 她从没见过 我这样乖巧可爱的一面 惹人怜爱却不自知 错了就要罚 嗯 韩许把我的手拿了下来 慢慢靠近 贴上她想念已久的地方 几个呼吸之间 我逐渐忘记抵抗 无意识地如了如嘴 双臂还住她的脖子 韩许看着我 仗红着脸 呼吸和眼神都透着迷乱 周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微弱的灯光下 只有墙边树丛的藤蔓 相互缠绕 生长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相沙莲 散落的光影洒在脸上 耀眼刺目 我呢喃着侧了个身 习惯性地去寻找我的大雄抱枕 触感怎么不太对劲 手底是一片温热 暗了暗 还挺有弹性 瞬间 我睁开双眼 瞳孔放大 身旁躺着的不是韩许 还能是谁 突然想到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 衣服都在 漂了一眼 她的也在 往上 韩许还在睡着 光洁的皮肤 高挺的鼻梁 厚薄适中的红唇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又长又密的睫毛 像两把小刷子 正当我数睫毛 数得正起劲时 突然就对上一双 心松的毛子 好看吗 好看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嘴巴已经脱口而出 她笑了 笑声明朗 又带着些紫性 眼睛弯弯 因为刚刚睡醒 整个人都柔和许多 真不愧是校园男神 韩许现在心情 可谓是非常不错 经过昨天晚上的甜蜜 回到家时 她又找梁莹 问了关于周川的事 原来是她误会了我 怪不得晚上我会那么生气 意识到我居然看 我的冤种竹马入了泥 我末地后退 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是在床的边缘 就在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我疯狂地摸索 努力想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韩许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刚想拉住我 没想到被我反抓住领口 一同被拽了下去 韩许没时间思考 一手护住了我的头 另一只搂在我的腰间 我吓得闭上眼睛 却没感受到多疼 四 哼 只听一声闷哼 省心 你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 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你的 韩许缓缓起身 动作不太灵活 你的手应该是刚刚摔倒颗伤了 她虽是那么说 但是却在说话时 将手背在了身后 我看看 不顾她的阻拦 我拉过她的手 她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瘀青 没事 我轻轻一按 韩许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还说没事 都这样了 去医院看看 不用麻烦 家里有药箱 涂歇就好了 按照韩许的指示 我从柜子里翻出医药箱 细细地为韩许上起药 不敢下手太重 毕竟都是因为我才受得上 昨晚 我们记忆断断续续 只记得韩许背我回去 后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喝醉了 抓着我不放 没办法 我只能在这儿睡了 我半信半疑 习惯性地咬上嘴唇 我不禁眉头一皱 好痛 嘴巴怎么肿了 讨厌的蚊子 好不容易包扎好 韩许起身就往外走 你去哪 怎么 你要帮我 帮 帮什么 他打开卫生间门 神经病啊 我不想当苗动女孩 昨天去玩出了汗 现在还没有衣服换 纠结之下 我只能舔着脸 再去找韩许要 站在卫生间门口 我问 韩许 你有没有衣服 什么 我想洗个澡 没有衣服 网上买的还没到 韩许出来 淡淡扫了一眼嬉皮笑脸的我 他从衣柜里 随意翻出一件短袖T恤 和黑色鸡带短裤递给我 洗完澡就是舒服 看着镜子里的我 像是偷穿了家长衣服的小孩 衣服的长短 已经可以给我当裙子了 裤子也搭得惊人 袋子扯了两圈才不掉 不禁让我想到 网上那些男友风穿搭 扑 可嗨嗨 看着我滑稽的装扮 韩许喝的水喷了出来 笑什么笑 我气得鼓着脸 因为穿了不合身的衣服 更显得我娇小玲珑 缓过气 韩许无奈指了指右手 现在只能点外卖了 两天外卖 吃得我有些想念韩许的手艺 摊在沙发上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小视频 砰 突然 浴室里传来一声巨响 韩许 韩许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有前两次的经历 我不敢直接进去 韩许 许久 里面都没有反应 我有些担心 我捂着眼睛 推开门 韩许 你在哪 一双湿如的大掌 扣住了我的手 我小心地睁开一个缝 韩许现在的样子 很是狼狈 穿着的浴袍有些湿 脸上和头上还有泡沫 地上是掉落的洗发水 你 手不方便 想洗头 韩许无辜地望着我 看他这么可怜的份上 我决定发扬一下自己的善心 低头 我给你洗 指尖碰上他的发丝 触感比我想象的要柔软 像是发现什么好玩的 我揉出泡沫 将他的头发捏出不同的造型 韩许无意间抬头 就看到镜子里七星怪状的自己 他的嘴角不禁一抽 对上他凶狠的视线 我尴尬一笑 老实地把头发梳好 用得劲有点大 一不小心带下来一撮头发 趁韩许不注意 我迅速往垃圾桶里丢 又盖了几张纸巾 毁尸灭迹 好人做到底 我把吹头发的活也给他包了 我发誓 绝不是因为拔了他太多头发有点愧疚 只能说短发就是好吹干 一切收拾好 我正想懒懒地回房间 却被韩许拽住手腕 后天有空吗 啊 有空 我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韩许望向我 眼中隐含着期许 被他这么看着 我不忍拒绝 行啊 难得你请我 这不得从你身上薅一把羊毛 青砖带瓦 云烟朦胧 两岸的垂柳 绿郁葱葱 石桥下流水迢迢 风铃声清脆 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互相摇曳 四远离喧嚣红尘 又仿佛置身在人间烟火当中 哇 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兴奋地打烊起 这充满古城韵味的小镇 韩许也谋含笑 说着 他率先拉着我走在前面 逛了许久 韩许 你快看 我激动地拉着他往旁边的小屋走 这是一家大头贴照相馆 虽然店铺不大 但是设施非常齐全 里面摆满了各色的头饰 墨镜等等装饰品 我拿起一个猫耳 就戴在了韩许头上 我们来拍照吧 一连几张 中途我们还换了各种造型 两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 咕噜噜 饿了 韩许视线锁定在我的肚子上 我脸颊一热 早上都没吃多少 能不饿吗 走 带你去吃饭 一家甜品店吸引了我的注意 大号的冰淇淋摆在门口 里面是暖黄色一个个的小灯装饰 让店铺远远看起来 就很温馨甜蜜 想吃这个 韩许看我眼睛都直了 不舍得从冰淇淋那一开目光 两位吃甜品吗 服务员小姐姐热情地迎上来 对 我看两位应该是情侣吧 今天是我们老板的结婚纪念日 情侣挑战可以优惠五折 另外还送这个冰淇淋抱枕呢 看着那个特大号的冰淇淋抱枕 和店门口摆的可不就是一个样式 不得不说 我心动了 我自然地碗上韩许的手 无视掉韩许略带震惊的目光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对 我们就是情侣 请问挑战是什么呀 微凉的指尖被紧紧扣着 与前面的牵手不同 这次是食指向扣 干燥温热的触感从手中传递 韩许的手指轻轻巴撒我的手背 双眼炯炯又带着难以掩饰的深情 我呼吸一致 手忙脚乱的用另一只手 去拨弄刚刚别在耳后的碎发 不行 韩许演得也太好了吧 准备 开始 手背捏了一下 意识到挑战开始 我拿着勺子就往蛋糕上咬 快 张嘴 韩许将头一转 不红我就不吃 什么东西啊 不带这么玩的 我揉着声音 你在说什么呢 快点吃 旁边的服务员小姐姐 一脸一母笑地看着我们 感觉我的鸡皮疙瘩都要冒出来了 我又把勺子往前一递 可他依然紧闭着嘴 我气得脸都红了 宝宝宝 张嘴 之后 我都是换一个称呼 喂一口 不知道说了多少羞耻的话 游戏已经被我们玩出了一个新花样 好在我们在规定时间内 食指向扣 喂完了蛋糕 服务员小姐姐将玩偶递给我 起初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猜错了 不过呀 看你男朋友那直勾勾的眼神 我是确信你们真的是情侣了 今晚镇上还有游湖活动和烟花秀哦 祝你们玩得愉快 永远在一起啊 我们会的 韩许抢先开口 手却是紧紧扣着我的手不放 暮色渐渐沉得下来 天边的红日溪坠 但是人群丝毫没有要减少的意思 宽阔的街道变得灯火通明 河水映射着长街的道雨 波光淋漓 韩许带着我来到古镇塔罗旁边的小凉亭 这个地方可以进吗 怎么没人啊 我不禁怀疑 韩许坐在石凳上 目光柔情似水 久久凝视着我 在这里看烟花视角好 只要不干什么坏事 就没事吧 暖晕的晚风吹来 拂乱了她的发丝 给她整个人添加了一份慵懒 怎么了吗 沈欣 干嘛这么问 我没怎么样 又看韩许入了身 我赶忙挪开视线 心脏涌起振振苏麻的感觉 像是有什么在抓到着我的心 沉寂片刻 算了 要不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看烟花吧 感觉外面的视角也不错 韩许先一步走出凉亭 韩许 你在克制吗 看着韩许转身的背影 我终是没有忍住 什么 烟花秀吗 不只是烟花秀 还有其他 沈欣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韩许缓步靠近 将我抵在了柱子上 只是个问题而已 你原来看得出来是吗 我不敢直视她 那你在克制什么 这还要我说出来吗 她又贴近几分 我的手不安的抠着柱子上 斑驳老旧的痕迹 这样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 韩许声音中带着诱惑 沈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我 再次发烫 紧张吗 没有 沈欣 你才是在真正的克制吧 像是被戳穿了心事 我支吾着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好了 我逗你了 烟花秀马上要开始了 韩许揉了揉我的发顶 退了一步 想要离开 对 我在特制 我咬着唇 牢牢抓住韩许的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们两个 从小都不对付 你那么坏 还那么变态 为什么会是你 本以为你要占我便宜 可你却转身就走了 凭什么在那游戏后 我就一直想牵着你的手 凭什么总是我心跳跳这么快 凭什么你就是缠着我不放 韩许背着突如其来的惊喜 撞得发晕 沈欣 你真是 我都搞不懂你了 要说我在克制什么 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说不完 我想看你笑的样子 你那次哭得那么狠 我真怕 怕你不想见我 怕你离我太远 你知道我当时以为 你和周川在一起了 有多么痛恨 自己没有早点 他的手俯上我的脸颊 眼神透露着无限宠溺 稳轻轻落在额头 眼睛 鼻尖慢慢下滑 最终扫过那红润的唇 沈欣 我爱你 我的面颊通红 手钻成拳 贴着韩许的胸膛 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心跳声 韩许 我讨厌你 韩许轻笑着 这样可就太坏了 沈欣 她的手捧住我的头 气息交缠 充满柔情 我忘了思考 只是本能地想抱住她 想永远拥在她的怀里 景点 再景点 无数烟花绽放于夜空 为这片黑暗 增添了一份流光溢彩 漫天飞舞 潮起潮落 明灭闪烁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